这地道就打好了 好了 要不要下去确认一下呀 这真的能通到平坡树下吗 没那个必要 老子的乾坤定位数绝对不会出错 回去吧 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再过来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不是应该找个什么东西 把它覆盖上啊 这到了明天天一亮 人家不就发现了吗 有理 你 好了 走吧 走吧 老师 你回来了 老师 这汤我重新帮你温过了 趁热喝吧 这些琐碎小事 无许你亲自操拾 能够服侍老师一时住行 便当是姬衡报老师的恩了 压制你的秋水毒 花不了我多少修为 无需放在心上 老师待姬衡甚后 曾经为了姬衡的幸福 甘愿牺牺牲自己的名声 也要助我逃婚 这一切 姬衡都敏感于心 先途最无尽的不过是时间 往事不必执着 可是这发生过的事 对姬衡来说 都历历在目 老师十年才来范英谷一次 老师不在的日子里面 这范英谷对于姬衡来说 不过是一座寂静清修之地 寡然失色 只有老师你在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会鲜货起来 姬衡看着老师多待一会儿 这样在未来的十年里 可以慢慢回味 这次 我会尽力将你的秋水毒治好 你既不愿意回魔戒 三界之塔 有你想去的地方 但去无妨 老师你不要误会 姬衡并无他求 当初 是我执意离去 如今 一无颜面 在找老师求什么名分 只盼老师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随势左右 这样能好好报答老师的恩情 你无需留在我的身边 老师 老师 身旁 已有他人随时 还是 老师心中有人了 莫非 莫非是九哥公主 爷生了 快回去歇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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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了 趁这会儿没人 我先下去 干嘛 我想了想 还是我先去探探路 你等我 那你当心啊 不对啊 老子明明就打了一条案导 怎么会有个三叉恐龙 这知音知识已经过了一半了 这烟迟物怎么还不上来 该不会 小言虽是个好人 但毕竟 从前也是一个 作恶多端的魔君啊 该不会遭天前 被那下蟒舌吞了吧 这什么破地方 暗道出来 应该在平婆树下才对 难道老子的暗道打偏了 不管了 先看看这附近 有没有平婆树啊 这 这让烟迟物去打个暗道 怎么一下打了三个呢 探路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莫非就是因为走错路了 死了 不只要死了 这到底是哪儿啊 不好 红月之相 想必有妖孽出没 难道我是误闯了什么富妖的禁地啊 帝君 为何不正眼瞧妾身一眼 难道是觉得 妾身不够美吗 帝君 你十年才来一趟 可知妾身 懂得有多辛苦 盼得有多煎熬 帝君 你若再不看妾身一眼 妾身可要生气了 帝君竟然在这里跟女妖优惠 帝君 你怎么来了 帝君